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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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要来分享的是面子料理 这是一道美味的家常主食 菜名叫做沙茶干拌面 要怎么煮才会沙茶农香 麵条Q彈 现在告诉你 影片喷煮过程里有不明了的地方 请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 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记得开启小铃铛 准备的食材有 西面两球 青葱一枝 红葱头15克 蒜头10克 红葱头切片 尽可能的 红葱头切片 厚薄度要一致 因为等一下下锅 受热 这样才会平均 清葱切片 清葱切葱花 清葱切葱花 干嘛 清葱太变了 清葱 清葱 蒜頭 拍裂 切磨 切個小鍋 開火 轉中火 豬油20克下來 紅蔥頭15克下來 用中火慢慢的煸它 煸至金黃香酥 紅蔥頭要煸至紅蔥酥 這個過程差不多要一兩分鐘 紅蔥酥已經完成了 熄火 先把紅蔥酥盛出來 這樣就完成了非常香酥的紅蔥酥 而且這些紅蔥油等一下還要用喔 等一下要做醬料使用 稍微鍋水開火 水燒開了以後 鹽二分之一小時下來 細麵下來 快速撥開 水再次沸騰轉中大火 煮三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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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鹽滾水就要煮麵條 這樣可以先讓麵條有氣味 口感也會更香 時間再來把麵條撈出來 調沙茶拌麵醬 沙茶醬1.5大匙下來 醬油1大匙 鹽2分之1小匙 糖2分之1小匙 糖2分之1小匙 剛剛的煮麵水1大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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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末10克 紅蔥酥15克 紅蔥酥15克 剛剛煮麵水1大匙 剛剛煮紅蔥酥的紅蔥豬油1大匙 剛剛煮紅蔥酥的紅蔥豬油1大匙 煮紅椒2大匙 麵條1大匙 肉1大匙 雪玉1大匙 冰上沙茶拌麵醬 清洗白蔥 製作長 放入蔥 这样就完成了美味的沙茶干拌面 美味绝窍重点说明 红葱头下锅用猪油慢煸至金黄 香气更足够 利用盐滚水煮面条 可使面条有味道更Q弹 放入碗中拌匀 沙茶香气哭鼻 咸香浓醇好滋味 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帮我按赞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集再见